鮮艷的红紫色、粉紫色、花朵盛开 还有桃红色、大红色的樱树花在风中摇曳 万紫千红的美丽 结出的果实却可以提炼出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打击的毒品海洛荫 这里是墨西哥南部省份Gerolo山区 满山遍野的樱树花田 是当地贫穷的原住民族人赖以为生的生计来源 走进花丛中,用最简单的工具采集果实的汁液 价值好几亿美金的墨西哥鸦片贸易就从这里开始 根据美国麻醉瓶管制局在2014年所做的调查 美国境内所查气到的海洛荫 几乎一半都是产自墨西哥 种植因素的原住民族人表示 政府一再承诺会提供资源让他们改行 资源却从来没有进到部落 山村部落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 除非离开部落到山下的城市找工作 木板简单搭盖遮蔽 泥土堆砌成炉灶就是厨房 族人的生活简朴 如果不是别无选择 也不想要和英素、鸦片、海洛荫这样的非法作物染上边 这天晚上族人聚集 希望地方政府代表可以带来些好消息 却还是失望 另一块英素田中果实干枯 这是因为被撒了除草剂 墨西哥政府近几年来 加强茶器鸦片制作和英素种植 常会不定期派出直升机 朝英素田洒除草剂 这也让族人一整季的心血泡汤 对族人而言 种植英素虽然可以赚钱 风险也非常高 走在被除草剂喷洒过的田野中 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地利 族人只是希望可以留在部落 同时也有工作可以维持生计 种植英素是出于无奈 还是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资源 让他们改中其他经济作物 记者杜希 丁波红 编译